投訴其實是很輕鬆的,現在警察投訴科也有,香港有一個申訴專員公署,那個人給你申訴,有申訴、投訴、控訴,投訴是最低層次、最軟弱的一種,我現在不妥,我不滿意某些現象,我先投訴一下行不行?投訴而已,你明白嗎? 但一去申訴,政府要有行動,譬如香港有一個機制申訴專員公署,是申訴政府機關的,他如果認為成了案,他要立案調查的,接著要叫政府部門解話的,你明白嗎?立法會有一個申訴部,我今天才做完一宗基市,有一個老人家買樓,有一個地產經紀才買樓,他買樓,100萬買了一層樓,原來那層樓值160萬的, 他投訴無門,結果去了我辦事處找我,然後到最後來立法會申訴報申訴,這個叫申訴,控訴阿傑,如果在法律上,那個控訴就是要上法庭的,小市民那種控訴是一種憤怒,那是一個很激烈的反應,所以投訴基本上很輕的, 投訴和對方可以不回應,是可以不回應,就好你唱,他理你都傻了,其實都沒有人回應 但這種文化,其實我都覺得值得鼓勵的,投訴的意思就不是好像當時董太太罵我們,compl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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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權,你才有權,我沒有權,除了投訴和詐贏之外,投訴又可以叫詐贏,另外一個解釋就是,層次就差一點,詐贏和投訴 對方可能會有些反應,你不要詐贏啦,我做些事補救啦,如果你男朋友就好,那女朋友有詐贏啊,詐贏都是投訴來的 但這種投訴是對社會的現狀不滿的一個投訴,如果看你們的歌詞就很清楚,打工仔的投訴也有,買不到樓的投訴也有,教育差的投訴也有 Fresh Greg都要,都不行,四千八而已,夠吃夠住,還要做part time 也是投訴啦 煲胎亂說,沒有智慧,官商勾結,普選,要有排才有,也是投訴啦 所有的投訴都在這裡,連CCTVB也有,最近很窮的CCTVB,也是被人搞過陳之雲 這個人也算面皮厚,被人搞這麼多次都是這樣,在扮皮笑肉不笑 那這些全部投訴,我覺得都不錯,可以有得宣洩,最好大家都會唱這首歌 不過這首歌是唯一大的問題,嘩,這歌詞真的很難記 我給你一份歌詞,聽就好聽喔,一直聽,其實就要拿著歌詞來唱才行 其實我們就熟悉了,聽得多久會懂配的 或者你上網找我們的KTV版,可以跟著唱 我們有一個低清的KTV版 是嗎?好看的 整個高清的啦 正在造行 成日無盤,仰衰,空勢,豬扒等髮毛,頭髮勁奢,不想一個人 哇,這些人也很怪 誰作的那個詞,我想知道 其實我們在6月6日有一個填詞工作坊 周耀輝是我們的導師,帶我們投訴合唱團的成員去作歌詞 其實我們那天是作了很多歌詞出來的,這些是我們選了出來的 你們有一個香港投訴合唱團的展覽,我們可以在鏡頭裡面看到,有幾個活動的 8月8日,星期六六時開幕,還有手拍,手拍是拍什麼呢? 就是我們整個7月裡面,所有星期日,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做一些遊擊表演 我們就拍了一些紀錄的片段,就會剪接,做一條MV,連歌詞 另外,7點至9點就有一個Live Performance,現場的表演 表演什麼呢?唱歌,唱這首歌,很多人一起唱 還有其他的部分 不過到了現場,你就會發覺有什麼驚喜 OK,因為很可惜我不是在香港 8月23日,星期日,另一個活動就是一個forum來的,一個論壇 那論壇的主題叫Believe in Social Order 是的,就是我們那個Logo,那個文章 OK,那你解釋一下這個 我這裡手上有一份資料在這裡 那你先說一下這個Logo 這個Logo其實包含了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的,我也看到有香蕉 看到香蕉我就眼前一亮 是的,這個是一個simple來的 是一個complaint的simple 和我扔招有關 是的,然後譬如有皇冠,有城牆 都說回我們自己香港的background 就是英國殖民地 現在有整個城牆 沒有門口的城牆 一個建制 圍城,OK 接著就這樣看那兩隻 雞和鴨其實叫做supporter 在文章裡面 他們其實除了代表雞和鴨說中間 無法溝通之外 在文章學裡面 其實都有他們的意思 雞是代表hero,英雄 鴨就是代表擁有資源的人 所以這隻鴨是有保態的 OK 即是那個 這個是當勞鴨來的 OK 這個是有權有勢的 那雞是沒有的 OK 沒有什麼hero 沒有什麼hero 接著就下面有三個英文字 就是董太太的名言 complain,complain,complain OK 事實上就是要complain 現在太多人要投訴 然後就believe in social order 我們當然覺得社會和諧 就不是大家做鄉縣、犬儒 然後什麼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找到石 這樣就叫和諧 因為我們是反對派 我跟你們更加不同 我們是搞事 所以我有一本書叫《毓民議談搞事錄》 很厚的 是很厚的,四百頁的 沒有什麼人可以出到這本書 立法會議員到現在找不到一個 百多年 你說香港的水平多低 百多年找不到一個立法會議員 出本這本書 做一年 你做了 我們經常做一些歷史的 扔招也是歷史 掃牆也是歷史 叫那個混蛋也是歷史 出書 兩個星期之內出本書 幾百頁也是歷史 有人幫你畫漫畫 有人幫我畫漫畫 這個也是歷史 香港投訴合唱團也是歷史 外國有這些同類型的東西 但香港就沒有 你想怎樣發展下去 你想問一下幾位 其他人說 其實我 有些什麼想法都可以的 其實很多種 因為暫時 投訴合唱團 我覺得有幾樣很有趣 就是 例如說 我都會看到 外國那些投訴合唱團的片段 其實他們是 什麼年齡層都有的 不過 我們就比較多年輕人 可能是跟我們的宣傳方式 會變成斷層的 只得年輕人 那你拿著我參加 就不斷層 對啦 我們是歡迎 我又來唱 我們是歡迎 對 我們是歡迎任何人來參加 是的 我們是歡迎任何人來參加 所以我都希望 如果我們投訴合唱團 可以繼續搞下去 那個年齡層 例如說 可以叫多些師奶 其實師奶是最多投訴的 是的